好 现在全球也都在高度关注 积极重视的就是这个环境的议题 日本排放的核废水 到底谁在状况外 好 这有人板坛 有人抵制 有人恐慌 有人抢购 我们的官员在干嘛 我们就先来看的是 日本排放所谓的核废水 引发了全球的轩然大波 那他们声称采样浮到外海是一个地方 日方声称说化验都没有检测出 川记者也首度进到了福岛 核场来做一个实验 那跟着雅虎民调最新的一个显示 12署持续对13种水产品所有监测 你认为足够吗 好 来大家欢迎在YT聊天室留言告诉小小 你觉得足不足够 我们先来看看 根据雅虎期末最新民调 最多人选的是完全不够 高达34.1% 第二多人选的是不太足够 也达到25.8% 不太足够加上完全不够 加起来已经过五成过半 剩下只有15.8%的民众认为 还算足够了 好 认为非常足够的 不到7%也6.9%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于我们的食药鼠说 都有在监测水产品 你觉得够不够 似乎大部分过半人都认为不够 的确来看的是 很多的情形现在都一一的爆发 像是日境内的超市爆发被抵制 还有日本的鲍鱼价暴跌24% 没人想买 没人敢买 还有韩国的日本料理店 被呛要改卖面了 这唱说直接就改卖面 不卖了 他们因为韩国很多人 非常的反弹 所以就不卖月料了 他们的这个餐厅业者 也有大陆的日本学校 遭到了丢石头炸鸡蛋 那另外呢 我们小编也实地勘查 你就来看看 货架上盐产品被扫光光 扫空空 很多地方大陆啊 南韩啊 这个呢 甚至台湾的部分的超市 盐都被抢了耶 来不及上架 怎么办 先抢再说了啦 台湾生计目前表示说 工艺无余 大家不用恐慌 不用抢啦 早盘呢 这个涨了8% 也创19年的新高哦 不过这个对他们来说 也是个意外的 这个股价上升的消息嘛 不过当然来看的是呢 其实日本排放核污水之后 为了向各国证明 安啦 大家不用担心了 证明核污水排海的一个安全 所以在228号 首次开放国际媒体 来大家一起进来 到哪里 福岛核电厂 去采访 记者换上全套的防服射装 近距离来观看处理的设备 但是邻国跟日本民众 仍然惊觉的反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民调 也因此呢 哇 暴跌 狂降到非常危险的水位 东京电令公司在28号首次K方记者到核电厂内采访并参观 各国媒体记者全副武装穿上防服射服口罩和安全帽 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内一探究竟 床内移住住存水槽内的核污水竟然相当于500个奥运泳池的水量 周围还挂着非相关人员请勿进入的警示标语 记者团随着引导查看了处理水采样的操作面板 工作人员则在电脑前监控储水槽内的水位 而画面中带锁盖的胎关就是一体处理系统ALPS的启动装置 即使当地环境省公布 沿海水值采样结果含穿量低于检验标准 邻国甚至日本当地民众都不买单 韩国釜山群罗南道和青州等地区出现抗议活动 要求起诉日本 泰国食药局则是宣布加强监管日本进口水产 而日本的反排海情愿书已经有6万人签署 首当其中的当地渔业苦不堪言 北海道的水产外销也陷入困境 它430亿日币都是上倍 就是它本来就是盛产这种东西嘛 所以现在报怎么办 河无水排海后日媒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急转直下 从7月的28%下降至26% 不满情绪持续升温 记者综合报导 日本排放福岛核威水 引发国际的反弹 日方却说有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背书 但是专家狂打脸说 原能总署从来没有同意过 或是背书过日本排放核污水 这全部都是日本政府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 也有专家踢爆 之所以不选择蒸发法来处理核污水 是因为这样得花比排放还要多十倍的钱 这全是日本政府的一个经济考量 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进入太平洋 日方说连国际原子能总署都说没问题 但国际上传出日本有付钱给原能总署 专家更提报从头到尾原能总署 根本没有为日本背书 没看到国际组织帮日本背书 反倒日本外务省砸了七百亿日元 相当于新台币一百五十二亿元来当公关费 处理排放核污水的负面讯息 甚至传出东电利用政治现金 收买了不少自民党的国会议员 更有日本专家惊爆当初大陆和俄罗斯 曾经建议日本该用蒸发方式处理核污水 以降低冲击而日本死不肯做全是为了利益 排放大海的经费的问题是 大概是34亿日比用蒸汽法来处理的话 应该是这个的10倍左右 应该是经济成本的考量 当大陆宣布要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泰国和俄罗斯也打算研查日本水产品 反观我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竟然说微量的放射性元素 对身体反而有益 还以泡汤来举例 让超过94%的网友痛批 真是太恶心了 跟陈吉仲拿来剂比喻保健食品一样荒谬 而网友也纷纷乍过痛批 莱克多班和辐射民进党大观 都可以说成有利健康 而我国辐射有毒你要废核 日本灾变辐射水很健康可以喝 问你谢长廷日本人 怎么不留着泡汤浪费什么呢 这么健康的水 通通留给岸田文雄和谢长廷喝水洗澡 有专家也担心大陆禁止日本水产品后 日本滞销四百三十一扇贝 未来恐怕会强行请销台湾 碰到每日就挨一节菜 政府就怕又会咬台湾人吞下去 记得上要此时光好SN小组台北报道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是祝日代表谢长廷 他在脸书表示 微量的放射性的元素 反而对身体是有益的 甚至拿了这北投温泉作为指令 引发舆论的华人 北市温泉协会理事长坦诚 接到非常多业者抗议的电话 表示并不恰当 而且根本风马牛不相干 专家也表示说 两种的放射粒子完全不同 根本不宜哪来相比 日本排放核废水 引起全球关注抵制 没想到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 却以北投青黄泉温泉为例 提出含有微量天然雷放射性物质 反而对身体有益 此举动也引起民众和业者反弹 把核废水和温泉牵扯一起 很不恰当 简单比较一下 日本寒川河背水是β粒子 由人工产出穿透力较强 温泉中的雷属于阿法粒子 是天然放射性元素 一层薄皮肤就能阻挡 就说大概零点五公分后的肌肉 这样子也就可以把β粒子绑住 但阿法不用 阿法只要表层 就能把它绑住 目前没有看到说 有任何说雷对我们健康 有好处的文章 长庚大学放射医学研究院 教授林中英就表示 微量放射线确实能增加 代谢率 但不论人工天然 接触标准越低越好 长时间曝露 仍会影响身体 把河废水拿来比温泉水 泻长亭乱比喻 也引起民众反感 接着杨琪后杨宗燕台北报导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